大家好,我是沛丞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很多小朋友跟我一样是用铅笔写字对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铅笔为什么可以写字也可以画图呢 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铅笔芯是用石墨等材料制成的 非常软 纸面看起来光滑 实际上却凹凸不平 写字的时候笔芯在纸上摩擦 细小的粉末就会从笔芯进入到肉眼看不见的纸面的空隙里 在纸上留下了印机 纸面的粗糙度合适的时候 粉末才会容易附着 写出来的字才能清楚 如果是写在光滑的纸面 或者是特别粗糙的纸面 铅笔就无法留下清楚的字迹哦 哦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啊 大家都懂了吗 小宝贝 大世界 下次再见